现场坚持了澳洲牛肉 这都是为了在中国推广澳洲商品 埃班尼斯四号飞离上海 成为过去七年 第一位出访中国的澳洲总理 此行重点就是参加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总理李强在开幕式上结束致辞 走下台后还特地和埃班尼斯握手 埃班尼斯在致辞中强调 国家间的经济接触有助于建立双边关系 与增进理解 他也在会后记者会上大力推广澳洲特产 埃班尼斯一口气点名葡萄酒 大麦和龙虾 这些都是中澳贸易战下 被中国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的澳洲特产 中国商务部也选择 埃班尼斯耶菲里上海的四号 取消对澳洲大麦课征反请销税和反补贴税 他接下来将前往北京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南海议题以及澳洲作家杨恒均 遭中国拘留的人权问题 都可能是谈论焦点 这次中澳一连串互动 也被外界视为是双方关系回温的表现 新新闻 张玉杰 王星美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